白白不少的餐廳 裡面的餐廳他回去 他的苦衷漏油了 不便宜漏油了 好 開始了 哈囉,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好久沒有直播了 這台車經理特別熟悉,因為經理之前也是Big Tita的車主 這台車應該是NA的 然後今天要安裝的版本是KT的道路版 因為原廠的避震器已經漏油漏得很嚴重 一般來說,我們原廠的避震器漏油的話 其實從外觀不一定看得出來 因為原廠的避震器是附桶式的 所以它的外桶裡面的話還有一個內桶 它有可能損壞的話並不是最外部的油風 從外觀的話就看不太出來 在YouTube裡面可以搜尋一下Lasgen的M7 Lasgen你看過最誇張,外觀沒有漏油 可是它的阻尼桶完全已經失效了 所以避震器的話從外觀其實是看不太出來 避震器是不是有損壞 但這一台的話就比較嚴重一點點 這個應該損壞有一段時間 所以可以從外觀上明顯的看出來 這個有漏油的油漆非常的嚴重 那這個是附桶的 但單桶的漏油就不太一樣了 單桶的話在避震器的最上部有一個油風 那個油風破掉的話幾乎就是像這樣的油漆 不會只有一點點的油漆而已 不會 單桶的話漏油就是一大堆 就很多的油漆 這個是替打它原廠避震器損壞的樣子 好這個是後方 我來壓看看好了 看這個損壞的狀況是到底是如何 它下壓的力道已經特別特別的軟了 已經不太有阻力了 所以這個後方損壞的狀況 乘坐起來的感覺 尤其是大概六七十七八十 遇到坑洞後座的話應該會這樣子 因為它不太有辦法吸附住這個彈簧的晃動 所以這個是避震器損壞蠻嚴重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是後方 比個替打的後彈簧 那後彈簧不長 所以後方的話 KT的配置 配置一百七十長五公斤的規格 前方的話是配置兩百長六公斤的規格 那這個避震器的上座 這個是 這個 舊替打 新替打的話 這個上座零件都是一樣的 所以一般我們替打的話 在店家或者是國外客人訂貨的時候 我們都會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羊腳 像舊替打跟系替打的話 這個羊腳的孔距 距離PCD是不太一樣的 如果是四個鋁圈 不對啦 是鋁圈的上面的羅帽 是四顆的話 這個鋁圈 這個鋁圈可以看到是五個孔 12345 這個如果是五孔的話 它的這個羊腳就是大羊腳 如果是四孔 舊替打的話 就是四個孔的 鋁圈的一個孔的話 它的羊腳的話就是小羊腳 所以這個話要特別注意 因為像台灣後來 到了一五還一六年的話 還有發行的是舊款的替打 可是四門的 它的底盤的話 就跟這個不太公用 所以在訂貨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留意一下 年份的話也不太一定 像國外的話 這一台車 大概一一年就已經改款了 但台灣的話 育龍比較慢上市 所以台灣的話 如果沒計數好像一二年 一二年左右才 才發改款的這個 Big Tita 好 那這一台車的 當時經理會開這台車 就是因為經理自己的家人 乘坐了這台車的後座 它的後座的話 說真的不誇張 跟大氣的話有的比 因為它的後座相當的寬敞 所以這個是當時也是 這台車 販售相當好的一個賣點 好 那這一台車還有改了 輪胎跟鋁圈 這個是17吋的 21545 17 之前經理的話也是改這個 尺寸的一個輪胎跟鋁圈 好 那它的後座的話 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 是一個拖一臂的懸吊系統 後面的避震器啊 上座的調整 它跟FIT一樣 原廠很貼心做了一個維修孔 所以可以在維修孔裡面 可以拆裝避震器 也可以從這個地方 來調整軟硬度 從這個地方 就能調整 避震器的軟硬度 這裡有一個維修孔 這個維修孔打開就可以調整 這個維修孔在這邊 所以從下方的話 把它撬開 這裡撬開就可以看得到 避震器的後上結構 從這裡 就能調整到軟硬度 好那這個拖一臂的系統 有一點要注意囉 它的後面的桶身長短 這個長短啊 不論調多長 它的車高也不會改變 不論調多短 它的車高也不太會改變 因為調整車高 的零件是在彈簧這邊 這個彈簧 彈簧上方 這裡有一個調整機構 調整機構 這裡才能調整車高 這裡的話 是沒有辦法調整車高的 這個 在調整它的預載 好那這條彈簧是170長 我們把這個桶身啊 縮短到 它彈簧不太會晃動 這樣就是剛剛好了 如果要論 數據的話 就是把這個後面的彈簧 壓縮大概3到5mm左右 就OK了 好那這個車主的話 還有改了後下拉桿 這個是後下拉桿 一般拖曳幣的話 經理是比較不建議啦 因為像是Alice的話 最常遇到車友 它本來的結構啊 是一個Motion的結構 那我們改了這個拉桿之後 它的結構變成是 口字型的結構 所以它的後面拖曳幣的一個 遇到坑洞的時候 讓它原廠能夠做一個 一個力取改變的一個範圍啊 就被這個拉桿限制住了 所以如果沒有改避震器的話 改這個拉桿 我覺得應該還好 有辦法微幅做改善 但是如果改了避震器之後 再加上這一次拉桿 後面的乘坐感覺啊 通常會變得比較生硬一點點 那這個特別要注意一下 好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前方 前方的話 這裡有一條2306公斤的規格 這個離載串的話 直接沿用原廠的離載串的長度就好了 那這裡有一些小零件的話 油管的固定位置 ABS感應線有兩個固定點 這些全部都是跟原廠一樣 都是專車所專用的零件 但這個前方的話 是賣花城的懸吊系統 這個齒輪狀的托盤還是鬆的 KT很貼心 在這個齒輪狀的托盤下方 其實還有一個彈簧花絲 防止它這個齒輪狀的托盤會鬆動 所以很多的零件可以看到KT的用心 像是KT的用料 裡面所填充的阻泥油 阻泥油就好像是我們人體的血液一樣 它負責力道的傳達 所以這一個的裡面的阻尼 KT的話使用的是義大利一針孔這麼大 如果有來KT工廠的話 就會看到很多的空筒 這個是義大利原裝進口來台灣 並不是來台灣做一個混裝的油品 所以它的油的穩定度的話相當的不錯 那像是這個TIDA的話 之前經理的車友裡面有很多人推崇 是日本綠色的一個TING的品牌 那TING的話它所使用的油風 攸關到避震器最重要的壽命的油風 KT的話跟TING一樣 都是使用日本最大的品牌 NOK的油風 它的油風的報價大概是一般 我們不說大陸 就大概台灣的話大概六七倍到八倍的價錢 可是它的品質的話相當的不錯 所以KT的用量也都用得相當的好 那像這一台車KT也有附上座 這台車拆裝的時候上座的話 有看得到兩顆螺絲 可是一顆螺絲是藏在這個孔裡面 所以要從這個地方才能夠拆得到避震器上座 但它避震器上座在這裡是在前檔的下方 所以這個地方還蠻容易會有水氣的累積 所以如果車友要自己要做保養的話 我會建議我們大概三到六個月左右 把它塗附上一點這個耐高溫的油脂 讓它的軸塵或者是壽命的話會更好一點點 車主的話可以自己從這個地方來做軟硬度的調整 這台車只要把引擎蓋打開 從這個地方往順時針就是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是變軟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前方的軟硬度 那右邊跟左邊的段數要一致就可以了 這台是1.6升NA的引擎 還有這台也有渦輪的引擎 大概185匹左右 好那這台車之前我們在YouTube上面 已經有放過很多的影片都是同管車 也很謝謝一個替打的車友 都自己幫經理來做介紹 如果車友想要了解這台車KT 到底做得好不好做 可以搜尋一下KT Racing空白替打之類的 就可以搜尋到很多的影片 或者是說車主想要來試乘看看KT 整體改裝起來的乘坐感覺 也可以跟我們小編聯絡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